上週六 又有12萬港人走上旺角的街頭 繼續反送中抗爭 晚間 香港多地出現了警民衝突 港警在港鐵黃大仙站抓捕示威者 激怒了當地居民 大批市民衝出家門 一度將警察圍住 逼回了當地的警署 但隨後呢 群眾遭到警方的暴力攻擊 3號的旺角在遊行 原本警方只允許示威者在燕亞街足球場集會 後來經過遊行申請人吳永德上訴 警方才就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但警方將遊行終點改為櫻桃街公園 下午2點 市民開始陸續抵達燕亞街球場 現場悬挂著兩個大橫幅 警權過大 正著打壓 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3點左右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 前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劉孟雄等嘉賓輪流發言 要求港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 林卓廷批評警方在7月21號元朗白衣暴徒襲擊市民當天 沒有拘捕任何暴徒 但在28號警民衝突後 立即以暴動罪起訴40多人 林卓廷強調 香港人不會被嚇到 即使面對警棍和黑幫 甚至被控以暴動罪 也絕不會退縮 香港市民掀起反送中運動以來 先後提出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撤銷以暴動定性示威 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 釋放被捕示威者和官員問責下臺等訴求 但特首林鄭月娥政府根本不予任何正面回應 這導致港人非常憤怒 遊行示威不斷 反送中抗爭 遍地開花 2號 很少公開發聲的香港公務員團體 甚至也走上街頭 4萬人在遮打花園集會聲援反送中 3號的旺角在遊行 大約有12萬人參加 下午5點45分左右 遊行隊伍陸續到達終點櫻桃街公園 主辦方宣布遊行結束 大約同一時間 在尖沙嘴碼頭 有人將中共的五星旗降下 拋入海中 這次 網友評論說 這反映了港人的人心降倍 以及港人反對共產黨流氓政權 殖民香港的意志和決心 晚8點左右 一些示威者聚集到尖沙嘴警署外 將警署牌子噴上井黑勾結 黑車櫃等資源 隨後 尖沙嘴迷敦道 舒氏巴黎道一帶也聚集了大約上千示威者 9點5分 警方開始在尖沙嘴警署等处 多次釋放催淚彈 驅散並抓捕示威者 但示威者不斷再次集團 與警方持續對峙 10點半左右 港警闖入黃大仙港鐵站抓人 並在沒有示威者的住宅區發射催淚彈 這引發附近商家和居民的強烈不滿 很多市民穿著拖鞋就衝出家門 將防暴警察包圍 斥責他們是黑警 知法犯法 警察被逼退 撤入警車 但隨後 多名警察突然下車 揮動警棍毆打 驅趕沒有任何防護的民眾 並噴放辣椒水 我不曉得他們的心理上有什麼問題 他們有些時候很暴力的 因此警察他們是最反對做獨立的調查 但是警察他們要了解了 如果他們只能做下去 他們是完成了 辭掉了香港人的信心 香港人的支持 這個是非常悲哀的 午夜過後 鄧路的市民和示威者包圍了黃大仙警署 對峙一步升溫 之後 上百防護警察沖出警署 施放催淚彈 進行了強行清場